我們差不多在十年前參加第一屆黑豹棋 然後前幾屆其實就是遇到的第一場第二場就是遇到傳統球隊 就是一場就結束 因為我常常在輸球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裁判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都會提前結束 讓裁判早一點下班 所以大家都叫我口頭競賞 這段影片讓步驟外國網友驚呼是子彈球 影片一出在美國論壇引發熱意 因為子彈球讓我受到很多關注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魔球 我記得我那一場第一個打球 就被靠一支場內全力打 被打完之後反而讓自己更放得開了 在球場上讓我看見更多的自己 對我應該說期待是大於緊張的 衝突 我覺得是黑豹棋這樣辦下來的其實 讓移住的選手去接觸木方的選手 你就知道 那個差距到底是多大 不管怎样我拼到底 我已经把我所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就拿完了 站在投手球上面 我专注的就只有在独手的手套上面 教练在中途有喊过一次暂停 那时候跟我说 如果再投一个保送 还叫我换我下去了 那时候直播有人留言说 会不会妹妹下来之后就哭了 因为我下来反而是很开心 就是我终于达成了这个想了很久的愿望 在黑豹期出赛过了 从19年1月拍到现在 我们算下来有超过50支球队 就很热在其中了 像我猜对了哪个小朋友是哪一组的 自己就会很开心 最好的教练就是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 然后去改变自己 那面对不擅长的东西的时候 不是说就放弃 我棒球没有放弃 那我的课业我也不会去放弃自己 所以反而是棒球给我支持课业的东西 他可以让一个原本在课业上面受挫的小朋友 找回他的自信 他可能更能够耐痛 他的挫折忠忍力也比较高 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勇敢去爱棒球 不要怕 棒球不是你的全世界 但是是你可以带着走的经验 跑跑跑跑 好 好 放过去 棒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 从家出发再回到家才算数 有了 回家的过程需要家人的帮忙 家人就是你的队友 我们一起流过汗 那已经不是队友 是一家人 记得高一那时候我们一起堆的投手球 现在因为下雨就不见了 但是我们心中都装着一座球场 去准备未来 准备比赛也是比赛的一场 当你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会好好的去准备今天 我去想要去看着 强的人到底是怎么做 然后我会努力 努力想要跟他们变一样 就是那种不服输的感觉吧 在这第七轮 在一个纸 来 比赛 来 拜拜 你要出国读书了 然后我们学弟们 我们就想要送你一颗 你当初打拼的一颗球 带去英国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祝学长求学顺利 一个月后我也要去英国就读研究所 我将带着一颗球投向我的未来 不怕输 就更坚强 每年输球的队伍 会带走一瓶红土 从红土 冲撞出勇气 从红土 冲撞出胜利 从红土 冲撞出胜利 台报群 为青春搭建舞台 敢梦就来